知识媒体人周玉寇现在呢打了三级高端依旧还是确诊 那在确诊匡列区隔人数22个人 他是在21号接获了简讯通知是阳性 并且立刻通报电台还请假在家自主的居家隔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1号晚间 好这是他最新的一个贴文 他发出了两篇贴文 说自己当天早上还有晚上都做了快筛 都是一条性的阴性 加上身边的密切接触者快筛阴性批下阴性 所以呢他就要请教一下指挥中心 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他也谢谢大家关心 但是他看到他的快筛的部分是一条线 那现在呢曾经来跟周玉寇上过节目访问的 当然大家就会担心这些人是不是也需要隔离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录影的时候 在直播的时候 这是Coco姐这是李彬影 两个人中间没有隔板 也没有保持个社交距离 同时一样曾经呢接触到桌面啦报纸等等 在这个空间里头 同时在接受了访问之后 还去参加了会议 所以大家就关心 是不是他也需要隔离呢 那么李彬影他说 周玉寒的全程都是戴口罩的 所以不算密切接触者 即便在早上去录影了 好下午出席的这个会议讨论 有十多人出席 大家全程戴口罩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裁剪是阴性的 那在陈诗中也表示了说 现在呢 是不是这个标准不太一样 因为陈诗中说 没有适当防护接触 超过15分钟 就有可能被定义成亲密的接触者 所以他也说 李彬影虽然说 PCR是个阴性 但是呢 应该也要来自主的健康管理10天 但是李彬影认为说 他不用 所以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那么现在看到 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 他也说了 如果说当中确实有拿下口罩 在同一时间待的比较久 在原本的标准上 应该还是得要被居家隔离的 还是要尊重第一线同仁的专业判断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蔡逸宇了 立委蔡逸宇他一样 有来录的节目 同时进行快晒阴性 虽然没有接到居家隔离的讯息 但是他自主来提升 我们可以看到录节目呢 超过三天 自我健康管理不需要居家隔离 但是在21号的时候呢 他在议场曾经把口罩拿下来 甚至喝饮料 还有在当天不是有爆发一些这个推挤吗 现在他也自行的居隔10天 好是不是两个的标准不太一样 那包含了先前的柯文哲 还有黄珊珊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13号跟确诊者 有一起在一个会议室开会 一个小时 所以两个人都得居家隔离到24号 那现在呢 中确确诊 烧尽了卫福部大将 那至于说这个大家觉得免居隔 是不是又是不一样的标准 我们带来看 资深媒体人 周一寇确诊 在脸书还原过程 他说4月20号上午7点多 做了快晒阴性 进到电台还跟李宾颖医师说 10点40分到医院做PCR 隔天凌晨收到阳性通知 他又做了一次快晒 结果为阴性 接触者也诠释阴性 不禁想问指挥中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两个小时后又晒出一条线 还直呼开心 但和他接触过的人超级多 尤其前一天专访医师李宾颖 两人大聊近一个小时 没保持社交距离 扯的是 他说因为全程戴口罩 不算密切接触者 不需匡列隔离 北市部也做出回应 就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尊重 医疗人员他们的专业判断 北市卫生局 初步匡列22人居隔 包含李宾颖在内 但柯文哲 黄珊珊先前 同样在密闭空间 和确认者开会超过30分钟 全程戴口罩 即便PCR阴性 也照样居隔10天 甚至上到总统也不例外 为何这回有特权 难道匡列标准会转弯 防疫标准不能高官说了算 一切以科学 医学专业来判断 不要看颜色分蓝绿 绿营立委同样前几天 也上过周密扣的节目 但21号人为了国务基要费案 修法除罪 还来因立委近身推挤 地方卫生局认为 应该列居家隔离 昨天冲突里头 我就在采鱼旁边 我觉得他应该 昨天早上就应该要隔离了吧 但是他是说他中午才知道了 那我当然昨天回去 已经马上就做了快筛了 阴性 万有狂酸不是双标 是绿能你不能 颜色对了就自己说了算 疫情严峻若不能有统一标准 老百姓要如何配合防疫 记者综合报道 好在整个全台呢 现在疫情都在升温 在台南的疫情 虽然没有像北部这么多 但是呢市民就发现 不管是在超商啦 还是药局 都买不到快筛的试剂 台南市卫生局表示说 现在库存真的也非常的少 1万支3千份提供为14的快筛诈 保留居家照护者 但是因为快筛是几针的 市面上很难买 原本开放民众 可以来到卫生所来索取的话 现在要改为只有 开放有细胞减讯者 能够来领取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呢 才能够买得到快筛呢 现在包含了 你在台北的部分 可能要买真的 都是一技难求 那么现在城市中跟大家喊话了 说最近将会有 3千万剂的快筛试剂到港 同时专业讲说 到时候就会开放实名制的平台 每一季 大家民众购买大约是100块钱 能够来进行采购 但是先前呢 大概这瓶也要300块钱 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征用了进口的亚培罗 市好国产等等 在国产部分是这个 福尔威创 那么进货5G 1250块 但是呢 500块钱卖给台电工会 而那个沈医师就说了 这个沈药师说 政府呢 是中用进口快筛 结果现在啊 在药局的部分 因为政府征用了 所以叫不到 亚培罗氏等等药厂 剩下的是国产的部分 那国产的话 其实进口他们药局的 这个价成本就1250 但是为什么 他们进1250 但是500块钱 可以卖给台电呢 那么政府说 快筛世纪要分阶段降价 但是台电一次降到足 一次降到满 我想不查查 到底是涂利了谁 他既然可以给台电工会 一记100块的价格 那为什么要等到 5月25号 他莫售价是170 居然比台电工会的 还要贵了70块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福尔他们的 政策是怎么样 是要赚老百姓 然后就是土利国营企业 那再来就是说 政府跟公平会都不管吗 中间到底是不是涉及这种 他们这个在有一些什么私下交易的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老百姓在这时候都买不到这个快三 而且我昨天还有听说 福尔德 本来市场上单季应该是300元 有消费者买到360 因为缺货 那不得不买 虽然360他也得买 所以说政府一直在喊话这个部分 说100块的要出来 那你给我们一个时间 那对我们社区要求 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进货 因为我们现在进货都是200多块一计 所以说政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是大大的缺货 而且昨天其实我有个讯息就是说 现在连 怎样说药局都在抢货 药局的话 药局他们这个抢货是怎么样 譬如说 我加10块 我一记加10块给你 昨天喊到一记加到原来价钱加60块 他整批货都吃 现在变成说市场上用喊的 谁出的价格高 谁就可以拿到货 这好像变成在做股票 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 下个礼拜的价格会非常的混乱 除了货源不足以外 价格可能会越来越高 这种可能性是我所担忧的 为什么我们的价格扭曲这么长的时间 而我们的指挥中心都没有提出 有效的办法来纠正 莫非这中间是不是有官商勾结的黑幕 那这个是不是检掉 应该要去调查的 那至于说相关的国营事业 或者是说其他的经济部的单位 如果有造成这样子价格落差这么大的一个情形 造成民众观感不强 应该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军将隔离的标准 中央迟迟订不出来 造成了新北两岁的男童重症死亡 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仁贤 医师痛批了 就是出了事 一个两岁的就医条款 这根本就是制度杀人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废除指挥中心 让疾管署来接手 真正的是能够与病毒来共存 那么先前其实也传出了这个部分 在这个两岁的小男童 延误就医导致最后还是病逝的消息 让大家觉得政府是不是该检讨一下 信有制度 我们要减少死亡 或者甚至到重症清零的一个境界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预警的指标 有任何的即将进入重症或微动症的指标 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早期就医早期治疗 这样以我们现有的医疗资源 应该可以有效的救治重症的病人 不让他造成死亡 这样子我们的重症清零 才会有希望完成 可是在现在 我们对于这个重症清零里面 一个最大的阻碍 就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标中心 有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标中心的存在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轻症病患 都必须要进入到医院 在这个医院里面的话 他没有办法不收 那我们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每个要进入 到医院就医的 真正的微重症的病人 就必须要经过层层的审核 才能够进去 那我们这一次的两岁男童的死亡 基本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延误了治疗以后 造成后面药匙往下而死亡 那这个时候要拯救未来相同的这个案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定个两岁条款就能够解决的 因为这个在每个年龄层都会发生 它的根本解决之道 就是现在应该要废除中央流行疫情指标中心 把我们的新冠Omicron的这个流行的防疫方式 回归到我们所谓的流感的方式 那这回归到流感的方式以后 我们流感它的传播比我们的Omicron 绝对不会低于Omicron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流感会造成医疗塞爆吗 会造成重症的人没办法就医吗 没有啊 所以整个的症结其实就在于 我们现在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标中心 规定我们所有的病人都要先进到医院 然后让他整个的阴转以后才能够出院 那这样子把我们整个有限的医疗空间 全部都占领了以后 重症就没有办法进入 所以根本知道应该是把中央流行疫情指标中心 废掉回归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标中心 疫情也烧进了演艺圈 日前传出歌手曾伟中确诊 那么他曾经参加综艺大结合的录影 而且没有戴口罩 节目相关人员都在匡列疫调当中 其他的主持群呢 包含了像是赖会主委陆续接到电话 那么您看到当中阿翔也亲自打电话来询问 被卫生局要求等候电话通知 但是呢他现在发文说 他呢等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被通知 很无奈自己是被遗忘了 他说这个居家隔离是与无聊共存 所以他也po上了影片好在家里呢 来弹吉他练钢琴 那么现在在这个部分 因为疫情持续的在烧 像是在南投 有国小的老师来到台北来听阿妹的演唱会 疑似因此确诊了 而没想到他又传人给学校一名11岁的女童 但是老师在隔离期间 居然看到他刚刚开的直播来高谈扩论 说确诊薪水照领不用被扣钱 还直言说为什么不早一点确诊 现在这言论引爆了家长跟网友不满 虽然他也紧急把影片删除道歉 但是教育处已经介入调查 薪水好像是照领 然后学校会请代课 确诊的国小老师一脸开心直播 夸张言论让人听了超傻眼 为什么不早一点确诊 不用扣钱 薪水照付 幸福会帮你出代课费 原来他是男投某国小老师 日前到台北看阿美演唱会 疑似因此确诊 接着又造成学校一名11岁女学童跟着染疫 但老师隔离期间 竟然开直播高谈扩论 遭网友痛批 把疫情带回来 传染给大家都不愧疚吗 为人师表你居然讲得出这种话 小孩都没打疫苗 你可以被感染到还在自害 为了他学生已经确诊了 他既然还有民主的直播民党里 在那里 在那里 这种人有出席 才能做老师吗 为人师表讲话 这样太夸张了 确诊男老师是学校的代理教师 一年一聘 事情爆发后 他紧急把影片删除 并且录以道歉 然后我也对我的言行举止 不正当 还有行为 真的深感非常的抱歉 不妥的行为 或者是经调查 厘清事情以后 最重的那个是进行检聘 依照规定 的确老师若确诊染疫薪水照理 但直播中不当的言论 让家长们难以接受 校方也将开会讨论成处 记者联渊斌王百一 南投资访报导 疫情严峻呢 先前艺人周星哲宣布 演唱延期 稍早徐若萱在脸书上po文也说 原定下个月7号台北小巨蛋的延唱会 也跟进宣告延期 但是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要共体时间 那么呢 经营公司公布了后续要退票的部分 主办单位会另外再来公布 所以现在 休闲表示 5月7号的演唱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挡不住 现在也宣布延期 我们在周星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正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